比特币和以太坊还有整个加倍市场 一天之内出现一个暴涨的一个情况 从最低点的一个15600多美金的位置 一度反弹了一个17500多美金 这是受到了一个CPI的一个指数的一个影响 美股的话也是硬生进行一个大涨 整体的一个加币行情都是出现一个上涨的行情 那么现在的一个比特币的一个行情 就只开始牛市了吗 还是说还要继续进行回调呢 那么上个视频的话我也是说过了 要在比特币进行一个抄底的最佳的一个机会 是吧 如果你在15000多美金位置抄到底的话 那是非常低的一个位置了 那么上个视频我说过了 绝对是一个抄底的机会 所以说也是买进的部分的一个比特币 那么在这个行情过后 那么整体的一个加密行情的话 都是出现不错的一个跌幅 一周之内是吧 那么我来看一下比特币恐慌指数 昨天是22非常恐慌 那么新闻面的话还是受到了这个 FTX交易所的一个影响 那么现在还有点又后遗症 那么其实损失最惨重的就是红杉资本 还有几个机构 那么这几个机构的话 可能前期投资的一个资产比较重 那么这一次的一个爆雷 主要是FTX这一波的一个 让用户挪用用户的资产 导致了一波的一个没有更多的一个现金流 有去应付整个挤兑的一个现象 导致一个崩盘 那么现在的一个币价也是跌得非常深了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FTX的一个价格的话 其实它已经跌幅非常低了 非常低了 已经跌到差不多3美金3美金3.5附近的一个价格 那么整体的加密行情的话 我们还要看到比特币的一个价格 目前的话比特币价格是在一个17600多美金的位置 那么整体的加密行情还要继续向下跌吗 或者说已经开启新的利益轮的一个上涨 那么昨天这一波的话 快速下跌到15600美金之后 快速反弹一波反弹到18000 那么这一波的一个反弹 直接是涨幅接近有 我们来看一下 接近把涨幅有10%多的一个涨幅 所以说还是不错的一波的一个涨幅 那么现在的一个价格的话又出现一根阴线 那么整体的从一个轴线级别来看的话 目前的话它仍就是在这个下跌趋势当中 所以说整体的行情的话 还是取一个在这个曲线下方的一个位置 还是一个下跌的行情还没有走出来 那么日线级别的一个图表 更加可以去看清楚 现在的它的一个价格 就是其实还是比较危险的 在这样的位置 那目前的话 能以为的话 还是有机会继续进行回调的 那么四小时级别的话 只要它继续去跌破下方这个位置 17000这个位置 那么它将会重回到16000多美金这个水平 能以为的话 它可能会在16000多美金的位置进行一个 维持一到两周的一个时间进行一个盘整 去挣掉更多的一个筹码 这一片区域 继续价格继续去回踩 那么我也是在我们的免费电报群里面 有说过在一个17700多美金的位置 它仍有可能会进行一个回调 所以说这一步回调 它可能会回调到下方这种位置 16000多到这个水平 在16700到16200美金飞制 进行一个震荡 这一片可能会走一个震荡的一个曲线 那么你要在耐心去摸的段时间 在这个位置 它才会走一波的一个不错的一个行情 那么现在的话 有可能会去跌破之前的一个新低 那么前提我们要去看一下 它是否去跌破17000的水平 那目前来看的话 它仍有去回调到16000多美金这个水平 那么如果再次去跌破15600美金的位置 是一个不错的继续去买进的一个机会 那目前的话 我已经买入了一部分在下方的位置 买入一部分的一个比特币 那么现在的话 以太坊的话 我还是以太坊的话 我还没持有 但是我抄底的话 首先是首选这个比特币的 那么现在的一个加密行情 还在继续陆续进行下降通道当中 那么现在的话 那因为的话 继续跌破的话 会有一个不错的一个价格的一个下跌 那么现在的话 我们可以去看到这个以太坊 以太坊对我们来说的话 昨天这一波的一个反弹 直接是上涨 有20%多的一个反弹是吧 那么这一波反弹的话 其实有爆很多的一个空头 空头很多的一个单子都会被爆掉 这一部分的一个单子 那么这一波反弹其实它有 接近有26% 足以让很多的一个大仓位的一个多头 反正超过5%的一个杠杆的话都会被爆仓 都会被爆仓 这是被清理掉一些多头 多头 那么现在的话 日线级别这个图表来看的话 它依旧是在这个下降的通道当中 而并没有去走出来 比如说它反弹之后就马上走出来 并没有是吧 那现在还就在一个下降通道当中 而且的话之前的这个均线的这个位置也是被打破 还是没有去重新 它重新站上这个位置 但是的话下方留下一个很长的一个大阴线 那么如果它继续进行回调到1000 1100附近的话 那么能言为的话 它以太坊的话 还是要继续将它回调 没有低好 没有低好 这一波的话 会继续去试探新低 以太坊还没有走出新低 所以说我能言言为的话 现在可能还不是真正的一个意义上的一个底部 但是它也是绝对低的一个位置了 我能言言为的话 1000美金附近的以太坊可以去分批去马 没有太大问题 如果你去长线持有个两三年的话 10倍收益应该没有太大问题 那么整体的一个操作失度 只要去逢低去马路就行了 现在一个价格 可以说是 近三个月以来最好的一个超低机会是吧 几个月以来 那么前段时间一直是在维持在这个 1200这个水平震荡其实有一段时间了 一直有一个月的时间都是在这个位置 终于走出来了 是吧 走出来之后 那么目前的话反弹之后 那游沟可能会继续进行回调 那么作为一个风险 如果你去做多的 在这个位置做多的话 那你要去注意了 包括去开合约了 可以去做一些现货的一些操作 是可以去这样操作 但是我不建议大家去做一些合约 在一些比较不安全的一个点位 是吧 那么现在的话 还有整体的一个 大家可能会去关注很多的一个主流币种 甚至狗狗币 大家都去关注 是吧 狗狗币的话 已经重回之前的这个位置了 已经跌得非常深 这个颈线也被跌破 当然它很快又重新 又去站上这个颈线这个位置了 那么如果它再往下跌的话 0.4 0.4 0.5 附近 这一片区域 让你认为的话 你可以去买进一部分 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这个盘子还是比较大 流动量还是比较强的 你可以去持有 没有太大问题 我们再来看一下 莱特币 莱特币的话 其实在这一步过程当中的话 在40美金附近 你可以去买进了 其实是非常低的一个位置了 40美金附近 没买到的话 可惜 这一波的话 在下方这边 区域50美金 都是可以去买到这个 莱特币 莱特币的话 在明年的话 可能会去减半走一波上涨的行情 那么 说说你现在去持有 可能不错 这片区域你可以去持有 我认为的话 这一片区域 你可以去买进 去长线去持有 买个 拿个两三年的时间 我相信会有不错的一个回报 那么上次的话 这一波的话 从上方的这个高位 这个位置 跌到下方的一个 40美金附近 其实它已经跌了 接近有90% 目前的话 这个价格也是非常低的 其实如果是 到这个60美金 到现在的一个价格的话 它已经跌幅接近85%的一个水平 也是跌得非常深 如果你想去持有的话 龙眼也建议你去持有一些 对吧 当然现在的话 我只持有比特币 是吧 这是我的个人差不多一个思路 我不会去做一些很风险的一些投资 我只会做我任职以内的一些投资 比如说我只买持有 为什么只持有比特币 我因为它的流通量比较大 所以说我一直持有一些硬通货 是吧 甚至USDT 我都不敢长期去持有太多 很多的一个优是吧 那么正常来说的话 我还是坚定整个加密行情的话 持有比特币是最安全的 那么像这种平台币都能爆雷 你说如果比特币爆雷的话 整个市场将会不存在了 所以说我为什么坚定去持有比特币的原因 可能有很多 当然 大家也如果想跟上狼眼的一个 实盘操作群的话 大家可以去点击狼眼的一个 先关注狼眼 然后点击我的频道 然后再去寻找怎么去加入免费地贸群 那么上个视频我说过了 这一步抄底也是不错的一个机会 那确实是找到了很多的一个赚钱的一个思路 那么介绍的行情的话 可能会一触激发 如果大家想跟上狼眼的话 赶紧去订阅狼眼吧 好我们今天的分享先说到这里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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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